历代以来 开创一个大义统王朝 成为开国皇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秦始皇依靠祖宗六世积累 才最终在他手上 做成了统一华夏的功绩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马 多次被项羽打得险死还生 最终才建立汉朝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江山来得不容易 因此他们在世的时候 朝政稳固无比 所有人都只能俯首称臣 相比来说 中国历史上 另一个著名的大义统王朝 就差了很多了 这就是唐朝 唐朝自高祖李渊太元 起兵返随 到长安成建唐称帝 时间不到一年 这是什么概念 简直短道匪夷所思好吧 开创了历代以来 夺取天下耗时最短的记录 然而 唐高祖李渊心中并不开心 因为夺取天下太快 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从太元起兵 到攻占长安这段时间 战场功劳最大的 当属太子李建成 其次是秦王李世明 两兄弟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一路高歌猛进 按理来说 有两个这个出色的儿子 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要知道多少人 因为虎父全子 葬送了自己的仪式英明 然而 高兴的这批人中 绝对不包括李渊 因为李渊是皇帝 他想要享受的是 绝对的掌控权 而这两个出色的儿子 显然足够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你想啊 唐朝建立太快 李渊在其中发挥的 大多是幕后的作用 开国将领谋臣 几乎都聚集在两个儿子的麾下 自己虽然占据着大义名分 但对于他们有多少实际掌控力 还真不好说 特别是太子李建成 万一哪天 不满足于做太子了 自己就比较尴尬了 于是李渊开始搞平衡 让太子待在国度 派李世民出去平定天下 这样太子的势力 就不至于膨胀的太快 能有个人制衡一下他 可这样一来 李世民的势力又大起来了 甚至一度压过太子 连太子下面的谋臣魏征 都看不过去了 劝李渊派李建成去战场 积累点军功 李渊又转而扶持太子 打压李世民 导致秦王举步维艰 然而 李世民不是李建成 李建成可以等李渊老去 接任皇位 李世民如果不做点什么 根本没有机会染指大位 只能被清算 于是李世民一不做二不休 在手下谋臣的建议下 发动了宣武门政变 一举反败为胜 成为了大唐第二位君主 李渊心中其实也很无奈 自己也没想到 这天下来得这么容易 称帝之后 又不能随便御驾轻征 只能让下面人去平定各方割据势力 结果儿子的势力膨胀 自己基本没有兵权 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倘若是使皇帝 汉高祖这样 一步步拼杀出来的 那会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 各位好朋友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